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不持的心是感恩的 顺便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讲种种比喻 听这个经文 大家都要先把重点不要忘掉 就是这里所讲的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对声文证欧罗汉国的声文人 跟他说明欧罗汉所证到的 跟佛所证到的是两样 他们一向认为是一样 现在又破除他们这个执着 说声文虽然是了声是正国了 所作一半不受后有 但是他所得的智慧 所有的妙用 比起佛来相差很远很远 而声文人四十一年来 都认为跟佛一样的 现在要破除他这个执着 所以接下去所有的文字 竟是表现佛的殊胜点 佛的全十二字 十字的妙用都要在全字里面表达出来 全字是可以表现的 十字是根本 是不能用我们的这个凡情去想象的 那么声文人也没有办法了解的 所以难解难如 现在这里是说明 释迦弥佛所亲证的全十二字 也是双碳双诗 现在是讲的双碳当中 主要是站在全字的立场 来说法 而显示实字的赎身 所以释迦弥佛四十一年来的说法 都是用种种的全巧方便 用种种因缘来接引众生 使他去向于佛的这个智慧 但是过去一向都没有说到 佛所正的境界 有多殊胜多高超 纵然在大圣经中有所说 身为人都以为这个与我没关系 那么因此现在就要开圈显示 先使他生起这个疑情 动智生疑 把他过去一向的执着 认为跟佛一样的 现在把他摇动了 他这个执情要破除 使他生起疑温 那么这里说 过去用种种因缘说法 这都是大家亲身经历的 当时的听众都知道的 那种种因缘 种种比喻比方 所以后边比喻评说 诸有志者以比喻得解 有些道理你只说法一 他很难了解 您的转个弯 跟他借一些比方 相似的情况 比方他才能够了解 例如说 说这个白 这个东西很白 白是直说这个白的 当体的法义 究竟多白 没有比方表达不出 噢 薛白 好像冬天下雪一样 噢 那么白 噢 那么 又像那个百合那么白 噢 凡是世间的白的东西 都把它搬出来 比一比 噢 原来是如此 才能知道这个白的情况 因此佛说法呀 从来离不开比喻的 噢 因为没有比喻呀 直说法一 是很很难使人体会了解 所以一部法法经啊 噢 二十八评当中 这七卷 加近七万字的经文呢 它的比喻 小的不说 大的比喻呀 有七个 法法经里面有七个比喻 就是比喻品里面的火则玉 里面说三车 三车也是比喻 信杰品的穷子玉 药草玉品的药草玉 第七华城玉品的华城玉 就学无学人祭品的里面的细珠玉 一缕明珠啦 还有这个安乐行品的细珠玉 也是法师瓶 也是法师瓶 这是大的比喻 那么其他小的还有很多 其他的经比喻也是相当之多 例如金刚经 一切有违法 如梦 如幻 如炮 如银 如路 如电 这都是比喻 现在流浓门的金刚经 只有这六种比喻 为南北朝北魏菩提流之所翻译的金刚经 九种比喻 它的比喻有九种 就是一切有违法下面 它这个有九种比喻 就是如心 心心的心 如意 眼睛的意 遮住眼睛的那个意 如灯 如幻 幻化的幻 还有如路 如炮 如梦 如电 这个跟这个现在流浓门一样 还有一个如云 如天上的云 菩提流之翻译的金刚经 它有这个九种比喻 所以他们这个所用的比喻 真是多得不得了 好 那么其他哥布经的比喻 很多 例如金光明经 它有这个最相欲 圆藤欲 入井欲 二丑欲 四舌欲 三龙欲 蜂蜜欲 这个多得很 所以佛经里面的比喻呀 是相当之多 到了最后 涅槃经 涅槃经的比喻也是很多的 也有说七种比喻的 他说有这个病人的比喻 有医师的比喻 有医方的比喻 还有这个受教的比喻 和药的比喻 病好了 病猜的比喻 还有安乐的比喻 这是涅槃经的比喻 所以这个一代使教里面 所用的比喻呀 说不能进 因此叫做种种比喻 种种因缘 种种比喻 来广焉眼交 广语玄说 一切佛法的这个教法呀 用比方来把它表达出来 无数方便的引导众生 用这些无数无量的方便 算不出那么多的权巧方便 所以这个方便 凭所说的方便 不止法伐经所说的方便 过去四十一年来 所说的离不开方便 都是用种种方便 来引导众生 那么这些方便 引导众生 另离诸拙 拙执拙 众生总是有执拙的 从三这六道的众生 到初世间的二圣人 乃至全教菩萨 他们都有所执拙 那么要引导这些众生 离去执拙 对于世间众生 说善的十善 说十善法 教导世间的六道凡夫 你得修十善 才能远离三土苦 上凭十善升天上 中凭十善升人间 下凭十善升修罗 让他远离三土苦 这就是所谓 引导众生 另离诸拙 诸 很多种 很多种类的执拙 总括起来说 对世间众生 最起码第一步 要让他不要堕落三土 地狱恶鬼出身 三恶道 太苦恼了 所以第一步度众生 要使他远离三土 怎么样才能够远离 这三恶道的苦恼 修十善法 生三口四一三的 这个修十善法 才能够远离 这个三土之苦 所以说这个善十善 就是没有修定 没有传定 只修善的十善 使他远离三恶道 这个叫做另离世间的爱酌 不要贪酌世间的 种种的快乐的落尽 而造了种种的罪业 而逗落三恶道 说清净的十善 就是远离五欲 说清净的十善 还是一样修十善法 使他远离欲界 生到世界无世界 因为世界天以上的众生 都没有五欲 都是清净的 所以纵然修十善 还有加修定 修禅定 来消除这个世间的五欲的贪念 那么使得清净 然后才能生到世界出禅天以上 所以说清净的定离十善 使众生离去欲界的爱酌 世间人探索欲界的快乐吗 五欲 财色明师睡意 这是第五条根 不但是不是真落 一时的快乐 探索了 那么神之又堕落三恶道 现在要他修清净的十善 远离欲界 生到天上去 而且要生到这个世界出禅天以上 跟他说 禅定的快乐呀 比起你这个世间的五欲乐 胜过千万亿倍 你没有得到 你不知道 要他修这个禅定的心境 再兼修十善 就可以生到这个世界天 那么这个都不能超出三恶 只是暂时让他修习一下 不至于堕落三徒书苦而已 那么 必定要使他超出三恶 才能够真正离苦 所以对众生说三藏教 三藏根性 就是小生根性 跟他说 知苦断极物 木面修道的四地法 或者是十二云元的流转门 环面门 让他修这个生闻元决的修行法 由此断剑施祸 超出三恶 那么就是因 使令这些众生 贪着三恶的 这个快乐的爱着 使他远离 而超出三恶 那么正到出世间的涅槃的果断 这就是所谓 让他离去见识祸的爱着 而超出三恶 或者跟众生说 菩萨法 修菩萨道 六度万星 修菩萨道 来自立地他 将来正道就近涅槃 这是究竟远离一些 我法二知的爱说 身闻人断见思惑 只是破除我知 法知还存在 修菩萨道 不但破我知也破法知 连能空法知的空也要空掉 所谓般若善空 那么我空法空 最后能空我法知空 一空叫做空空 这样子 使他远离世间 出世间 一切的爱着 而到究竟涅槃 这就所谓远离住着 说究竟一佛善法 要他修行佛道 去向无上菩提大道 以菩萨道 直去无上菩提 那么远离世间 出世间 一切九法界内的 所有的爱说 而到究竟涅槃 所以叫做 另立主着 后边经文所说的 众生处处着 引自另得出 众生的执着 实在太多了 处处都执着 他执着有的时候 你跟他说空 说空的用意 要破除他的有的执着 可是跟他说空了 有的执着是破除了 他又执着空了 那么因此又要破除 他这个空的执着 所以处处都要引导众生 远离执着 远离这个世界一切的爱着 才能够超出苦境 而到究竟涅槃的 究竟安乐 那么所以过去所说的 通通都是用种种的 全巧方便 来引导众生 使他去向于无上菩提 而到究竟远离诸拙 上面就是 双探 主要是说全智的妙用 来赞叹佛的实智的功德 所以叫做全十二智 同时双探 下面是双十 所以者和 如来方便之间 波罗蜜 皆与具足 双十 所以佛用种种因缘 比喻种种方便 来说法利益众生 使他远离诸拙 他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前面所说的 好像是已经把佛的全十二智 已经表达出来了 而指说 因导众生远离执着 他这个用意在哪里呢 下面接着解释说 如来方便之间波罗蜜 建议具足 就是说明佛具备全十二智 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大事 但是按照文字只能看到好像只有说全智 十字好像也不打选明 所以天台下的解释说 如来两个字就是实字 如来两个字 就是解释实字 为什么如来两个字就是解释实字呢 因为佛成就佛道呀 是从真如实相中来 如来吗 从真如实相中来 从真如实相中来才能得到成佛 那么因此如来就是赞叹佛的实字 没有亲证实字 怎么能够成就佛的果位而叫做如来呢 所以从真如实相中来 这个如来就是赞叹佛的实字 方便宜家呀 方便两个字主要是占权 解释这个权制 权制的妙用就在方便 由于方便善巧 所以能够用种种因缘 种种比喻而来广宴研究 假如没有方便 他怎么能够用种种因缘 用种种比喻来说一切法呢 所以方便两个字就是解释这个权制 知见波罗蜜 这是双举全十二字来说明 知见两个字啊 就是佛之佛见 一切种字叫做十字 佛言 佛的言 佛言 无言当中的佛言 佛言叫做十字 道种字叫做全字 法言叫做全见 就是菩萨的智慧菩萨的法言 这是叫做全见 通通都到的究竟的边际 叫做波罗蜜 意思就是说佛的全十二字啊 通通究竟彻底 那么像菩萨道上的道种字 菩萨道上的法言 通通都已经究竟原成 那么所以运用这个十字时间 来做度化众生思念 那么这通通全十二字都到究竟 所以叫做波罗蜜 波罗蜜印度化翻成中国化就是道彼岸 现在这里就叫做四究竟 四究竟 全十二字都到究竟的境界 彻底成就了 那么有些地方也把它写作 方便是解释全知 知见是解释实知 说这个知见就是实知实见 佛的知见才是实知实见 所以这是解释实知 这个说法也是口用的 口通 全十二字都到究竟具足的境界 所以皆以具足 佛对这个全十二字没有不具足的 就是究竟圆满 具足就完备 彻底完备 没有一点点的缺少 所以叫做具足 那么这就是正解释 前面说 佛的全十二字的妙离 说不能尽 无穷无尽 说不完的意思 那么因为都已具足了 不必一一细说了 没有全十字不能领导众三远离出着 没有十字也没有办法就近离着 正十字才能就近远离 所以全十二字都圆满具足 这是双十同时解释 全十二字 下面是双解 总结 全十二字两种的这个意义 圣地佛 如来之见 广大 深圆 无量 无碍 力 无所谓 禅定 写脱 三迈 深入无机 成就一切未曾有法 这一段 是双解 同时总结这个全十二字 把佛所有的功德 整个把它 透露出来 显示佛的这个全十二字的 究竟的情况 所以叫做双解 那么要说这个 佛的全十二字 究竟圆满的 总结的意义 所以叫一声当机众 设立佛 说设立佛呀 你要知道 佛的知见 如来就是佛了 佛的知见 极其广大 极其深圆 所谓佛制佛见 广大 说明横 越横说 横是广大 深圆 约束论 佛的知见极广大 那就是约空间论 树从 这个所谓横辨十方 深圆 就是树从三计 约束论 约束论 是深圆 树从三计 约横论 是广大 横辨十方 十字本来没有横也没有数 横数都不可等 但是借这个横数啊 来显示十字的究竟的道理 所以叫做广大 而深圆 显示无穷无定的 十字 究竟彻底清真 无量以下啊 显示佛的全智究竟圆满 所显现出来的妙用 无量 就是四无量心 四等啊 也叫做四等 也叫做四无量心 也叫做四种方根 啊 就是慈 悲 喜 舌 大慈大悲 大喜大舌 这就叫做四无量心 这个四无量心 佛 彻底究竟圆满具足 啊 所以这无量 这个四无量 大家都晓得了 不必再解释 啊 就佛具备这四无量心 究竟圆满 无爱 就是四无爱之 四无爱之 也就是四无爱变 也叫做四无爱变 就是乏无爱变财 啊 义无爱变 词无爱变 要说无爱变 这个叫做四无爱之 也叫做四无爱变财 简称也叫做四变 啊 变财的变 啊 佛制四无爱之 四无爱变都 彻底圆满具备 啊 罚无爱变 无法不知 没有一法不知到的 啊 所以能够广说一切法 啊 呃 尘说 杀说 横说 树说 敬畏来地 敬畏来地 说不从经 啊 这就是因为 罚无爱变 啊 义无爱变 义无爱变 一种义道理里面能够解释到无量无边 所谓一种解无量 无量中解义 啊 呃 所以前面开始讲无量义经 那么这就是一种法里面可以说出无量无边的意义 啊 这就是亦无爱变 啊 一句话 一个字可以发挥到无量无边的意义 啊 啊 这就是亦无爱变 啊 这就是亦无爱变 词无爱变 词是言词 世间众生的言词千差万变 啊 不但是人道里面的众生千差万变的言词 乃至还有天道众生的音言文字 啊 还有其他八部众 啊 鬼神众 所有的音言 佛 以音音言说法 众生随略过得见 这就是词无爱变 用一种言词说法 一切众生哥哥听到的都是他自己的言音 都能听得懂 啊 假如只有一言 一种音说法 而其他众生听不懂的话 这就有爱了 就不能叫做无爱了 啊 例如我们现在用国语讲 啊 老一辈的 这个 无论是客家名乃都会听不懂啊 啊 那么那就是有爱了啊 啊 那你用任何一种言词来讲 那么只有这种懂这种言词的人能懂 其他的就不懂了 那么这就有爱 佛 他纵然用一种言词说 但是众生听起来都是他的原因 不但是人到众生 人人听到的都是自己的言词 呃 甚至出生到众生 他听到的就是他们的言词 他都能懂 所以佛在林山说法的时候 不但人天天龙八步在听 甚至出生到小虫 狭马 呃 呃 这个小东 小动物 他听到都会得到受用 他都能懂 呃 这就是词无碍变的功用 第四的 要说无碍变 喜欢讲了 呃 那么如果有不喜欢讲的话 那众生听法的机会就少了 呃 那佛呀 他一天到晚没有时间 呃 无所谓时间 呃 有众生可度 有因缘说法 他就说 呃 您看这个佛经里面经常有这种情况 呃 白天差不多都是为人到众生说法 晚上经常有天人来听法 呃 天人在晚上出现 呃 听佛说法 这种情况也很多 呃 那么可见释迦摩尼佛 他无论是白天晚上都在说法 没有听到 呃 那么这可见他就是有要说无碍变 我们就不行了 讲个两个钟头下来 喉咙就要撒牙了 就是想讲啊 也讲不出来了 呃 佛没有这种情况 因为佛的八音里面有深远因 呃 而且他的三十二项里面有这个 喉咙啊经常有滋润的这个 呃 肝泉 呃 那么他不会有喉咙肝的情况 呃 他也不会撒牙的声音 呃 所以近未来近说法呀都没有停止 这是就是要说无碍变的功用啊 呃 呃 无量 是无量心 无爱 是无爱智 也就是事无爱变财 力 这个力字就是实力 佛有实力 呃 成就佛国了 佛有实力 实力的名词啊 呃 经论所说多少有一点不大一样 也有前后次序不大一样的情况 如果以制度论所说的佛实力来说 第一是四处非处智力 都加一个智慧的智子 第二 业智力 造业的业啊 上欧业的业 业智力 第三 定智力 禅定的定 第四 根智力 六根的根 呃 众生的根性 根智力 呃 第五 欲智力 欲 期望的意思 希望 欲智力 呃 第六 戒智力 三戒的戒 呃 这个 戒智力 呃 第七 一切自出 自出道智力 简称叫做自出自立 呃 呃 修什么法 到什么地方 什么境界 这叫做自出自立 第八 索命之力 就是索命通 第九 天言之力 就是天言通 第十 漏晋之力 就是漏晋通 呃 这后边就是三明 佛实力的最后八九十 就是三明 呃 这是 大致多论里面的说法 呃 他这个实力是这样排 呃 华严经里面 呃 像 近行平 也有列出佛的实力的名目 他这个文字比较详细一点 呃 这个他有智慧意义都能够分辨清楚 呃 实力是否 是够 罗歐业 你想要生到天上人间 享乐 没有这个道理 不可能 非出 像这里的道理 乐队 呃 什么叫做活福实处的道理 呃 怎么说是不活福实处的 呃 这个 这个非出的道理 佛 一一了解清楚 这个叫做事处非出之力 第二的业力啊 就是过未现在业报之力 一切众生的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造的什么业因 造的什么国报 例如说过去造的什么因 现在得到什么国 佛 以佛的智慧来观察 了了分明清清楚楚 一点也不会错误 第三 制度论的根之力啊 这里就叫做根胜劣之力 众生的根性 胜上根上之 俗胜 劣下根之 差的顿根的 众生的根性 是上根是下根 是胜是劣 以佛的智慧观察 清清楚楚完全明白 所以叫做根胜劣之力 第四的戒之力 种种戒之力 这个戒是众生的境界 众生的境界 这个众生在这种凡境之下 他的境界如何 那个众生在这种凡境之下 他的境界如何 佛 佛都了了清楚明白 啊 例如说 啊 窗前明月光 啊 于是地上霜啊 啊 呃 极透望明月啊 低头是骨香 有人想起骨香要流眼泪啊 看到中秋夜夜不但是没有快乐而反反反过来上流眼泪了 有人看到月光很高兴了 呃 很熟悉 很喜欢很快乐 个人的心情不一样 这就是境界 个人的境界不同 那么这种种的境界不同啊 佛也清清楚楚 你现在你的心境如何 你的心在想什么 您现在的是什么样的境界 是苦是乐是好是坏 清清楚楚 这个叫做种种戒之力 啊 就是种种的境界啊 于佛的智慧都能观察清楚 明明白白啊 啊 第五 啊 这个 在华言经叫做种种戒之力 戒是了解 这些众生他的知见如何 他懂得什么 他的智力智商有多高 可以跟他说什么话 佛对于众生的知觉 聊聊清楚 就是每一个众生啊 他的程度如何 他的智慧到什么什么程度 佛都聊聊长知 所以叫做种种戒之力 这个戒不是指佛 还是指众生 众生的这个智力上 能了解多少 了解的是什么 是幼稚园 还是小学 还是中学 还是大学 还是实施博士 他都聊聊清楚 能知道众生的智慧力量 分别清楚 这个叫做种种戒之力 第六 在制度论叫做智处力 华言经说得清楚 叫做一切智处到智力 一切总包括一切的修学的 四处世界一切法 那么修什么法到什么 这个果报 得到什么样的境界 佛彻底清楚 例如说修上品十善升天 到玉戒天 修禅定再加十善 如果得出禅以上 升四戒天 五十戒的空定以上 升五十戒四空天 那么如果修四地法 将来可以得欧罗汉国 那么修六度万星将来成佛 像这些道理呀 什么方法到什么境界 到什么样的这个结位 佛都是清清楚楚 所以叫做一切智处到智力 第七叫做禅 血脱 三脉 燃 晋 智力 这是 华言经里面说的比较清楚 就是这个定力 属于制度论的定力 定力是一个字 很简单 而这里把它解释说 世间禅 初世间禅 初世间上上禅 通通聊聊清楚 血脱 三血脱 十血脱 平常生活人的三血脱们 大圣教典里面的十血脱 只血脱们 聊聊清楚 那是血脱 三脉就是三摩地 例如二十五王三脉 那么种种的三脉 佛都聊聊明白 所以叫做三脉 禅定有染有净 比如说 尾禅就是染污的 根本尾禅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 生其爱卓 叫做尾禅 味道的味 尾禅是染污的 禅禅是清净的 初世间圣人 修这个九次地定 观念喧修 这是禅禅 超出三界 不会被染污 不会生爱浊 这个叫做禅禅 所以这个染禅的分别 佛也寥寥长知 所以叫做染禅之力 禅血脱三脉 染禅之力 第一 一般俗注念之力 就是寿命通 过去千万一生 无量界的事情 聊聊长知 第九 无障碍天言之通 佛的天言 就是具备佛言 虽然有五言 这里说天言通 就是佛言具备 无言圆明 佛是无言圆明 《金刚经》里面说 如来有肉言佛 如来有天言佛 乃至如来有佛言佛 一一问须佛提 当然一一度有 所以佛是无言圆明的 这就是天言通 第十 断诸洗之力 就是大致多论的漏尽之力 漏就是烦恼 烦恼断尽了 不但说是怀恼断尽 连习气也断尽 习气也断尽 所以叫做断诸洗之力 所以就近佛国 不但是断证实 连习气也就近断尽 这个维系的根本无名 那就是习气 最难断 例如这个杯子里面装的东西 比作见识货的烦恼 把这个正时的见识货烦恼把它倒掉 去掉 容易 杯子里面的东西倒掉就实了 就干净了 可是那个味道存在的 装的东西的味道 例如说你装茶吗 茶叶的味道还是存在 很久很久还存在 洗过多少遍 把这个杯子拿来闻闻 还是有茶的味道 这就是习气 习气难断 断证实比较还容易 三圣圣人都能断 断习气就不容易了 只有佛国呀 才是究竟能够断除这个习气 这是立 无所谓 无所谓啊 就是四五位 佛国上的四五位 佛地上的四五位啊 第一 一切智五位 已经正到一切智 这个一切智指佛智 单说一切智啊 就是佛的智慧 如果说三智 一切智道种智 一切种智 那么一切智就是生文的智慧 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 一切智是佛的智慧 现在直说一切智就是指佛的智慧 经文里面 无论是经论 凡是直说一切智 往往都是指佛的智慧 如果说三智里面有一切智道种智 一切智 那么佛的智慧是一切智 这个四五位的第一 一切智五位 佛一切烦恼已经断尽了 说法周狮子侯 他得到一切智 说一切法都是正说 好像狮子侯万寿钱藏 那么能降服一切天魔外道 那么这就是一切智五位 第二 漏尽五位 漏就是烦恼 烦恼断尽了 也就是前面实力的第十 意义相同 烦恼断尽了 要说一切法 因为他没有烦恼了 所以不管你是逆尽顺尽 八风吹不动了 能够得到这个漏尽的境界 那么说法无畏 八风吹不动 你赞叹他 他也如此 你骂他 他也如此 所以这个正道漏尽通的 这个究竟佛国 无畏而说 畏就是不畏了 心里有所恐惧 有所恐惧就是畏 成佛了 十法界中最第一 还有什么可以不畏的 所以一切智五位 漏尽五位 第三 说正道五位 跟众生说 您做这个法 是会障碍菩提道的 你做这个事情 会障碍菩提道的 你不能不相信 为什么 佛已经经验过来了 他亲证的境界 跟你说 你做这个事 是会障碍菩提道 例如贪嗔痴 例如身口一三叶所造的欧耶 会障碍菩提道 那么对你正说 他不怕你反驳 事实如此 事实甚于雄边 那么因为事实有这些 你做这些事 必定会障碍 你的菩提道 不能成就无上菩提 那么佛对你说这个道理 他不会有所不畏 因为他已经亲身经验 实证道 如果你这样子做 必定会妨碍到 你的菩提道 所以说障道无畏 知道哪一种 会障碍菩提道 哪一种不会障碍菩提道 在佛的智慧当中 寥寥分明 第四 说尽苦到无畏 怎么样修行才能断苦 离苦 说尽苦到无畏 所有一切 究竟事实世界的一切苦 哪都能断尽 三界内 分断生死苦 超出三界二圣人 还有便义生死苦 那么一一都能使他断尽而出苦 跟他说这个道理 那么无所不畏 所以叫做说尽苦到无畏 就是说佛究竟要使众生 离苦得乐 那么有些什么苦 怎么样才能断 怎么样才能得乐 说这个道理 他都能够正说 也无所不畏 所以叫做说尽苦到无畏 这就是佛果上的四五位 禅定 这个禅定就是包含世间 出世间来自出世间上上禅 这个在前面续份里面 续屏 续屏成讲六度里面的禅 那个禅的种类已经说过了 这里不必再说 这些禅定 佛也就近亲政 因此天台家就说 这个所谓禅者十项禅 亲政诸法十项的这个定功 那叫做十项禅 所以佛的就近禅定 就是九种大禅定 定也是禅 可是现在这个定啊 越就近佛果的首灵言定而说 所以定就是首灵言大定 三脉 就是二十五王三脉 三脉就是二十五王三脉 经里面有详细分析 这个二十五种王三脉的 就是这二十五种三脉 就是三脉中王 包含一切三脉 这个二十五种的王三脉 不必说了 如果说起来文字太多 而且这个范围太大 如果您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去查这个佛学词典 查这个三脉的条下 也有说明二十五王三脉 那么 这就是一切三脉当中 包含一切三脉法的 这个二十五王三脉 那么这些佛都究竟彻底清真了 这叫做深入五脉 深入 究竟正道 才叫做深入 五脉就是没有边际 没有界限 没有边际 这个究竟的 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呀 这些法 佛都彻底清真了 而究竟五脉 那么总包含一句话说 成就一切未曾有法 那么深入五脉 是总结 这个全字 树深 很深 成就一切未曾有法 就是总结这个十字横广 那么讲到这里为止 就是双接释迦牟尼佛所听证的 这个全是二字 说完 再望一下的 这个经文呢 我们留下次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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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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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中心 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不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50016766 50016766 护明 台湾救狗协会 地藏菩萨书神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 即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8月28日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惠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新逢地藏菩萨圣诞 生命电视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公送严密地藏经 即大蒙山超度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组法 日期9月6日星期一 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短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直播平台 YouTube或脸书搜寻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从前有个修行人 名叫吴伟三藏 虽然这位吴伟三藏 平日里饮食不敬 言行粗色 可是他心地 却十分光明与慈悲 因此 他的师父 分成都待他 一到傍晚 这天气 还真他娘的冷啊 这个吴伟 实在是太邋遢了 是啊 他不光邋遢 听听他说的话 粗粗 太粗粗了 你们不能只看到 他外表邋遢 言行粗粗 吴伟的内心 却是十分光明的 他拥有一颗 菩萨般的心肠 可怜的小东西 你怎么会掉进水坑里了呢 小东西 以后小心点 别再掉进水坑里了 我的天 他身上这是什么味道啊 真脏 虽然师父对五位三藏很是疼爱 但他的生父习惯实在大胆 不爱干净 所以也只好叫他睡在门外 啊 喂 你怎么能随地吐痰呢 我问你鸟事 喂 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粗俗啊 喂啊 你还是到门外睡吧 好的 我这就出去外面睡觉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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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上佛子 你说什么 师父 怎么回事 我刚才好像听到吴卫在外面喊什么 吴卫 刚才你是在说什么呢 我是在说爹杀佛子啊 吴卫 三更半夜的 你在外面嚷嚷什么呀 是啊 你都吵得我们睡不着觉了 而且师父也被你吵醒了 爹杀佛子 吴卫 你进来 你刚才说那句爹杀佛子是怎么回事 凡是生物皆为佛子 皆具佛性 就算是微小的虫子也是生物 它们的一举一动也都会有苦乐的声音 我们凡夫愚昧 由于无法辨认而任意残害 殊不知他们在喊救命时 诸佛菩萨都听得很清楚 而且还很不高兴呢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因此 这样杀生的果报与残害佛门龙向无异啊 我们对各种生物有聪明或愚痴的分别 但在诸佛菩萨眼中是一律平等的 对它们的慈悲心也是一样的 好像有点道理啊 可是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刚才你喊那句爹杀佛子是什么意思啊 是啊 无畏 刚才我只是把一只狮子丢在一旁 并没有伤害它 你说的那句爹杀佛子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您所丢的那只狮子 已经摔断了左边第三只脚 而痛得大声地哭 但却只有我听到而已 啊 有这种事 师傅 你不要听那胡言乱语 它怎么可能听到狮子的呼喊声呢 是啊 师傅 还摔断了左边第三只脚 太可笑了 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 可以过来仔细看看 快去把蜡烛拿来 师傅 蜡烛在这里 哇 它左边的第三只脚真的折损了 啊 怎么会这样 真是不可思议 啊 救命啊 哎呦 疼死我了 我左边第三只脚摔断了 疼死了 快救救我 阿弥陀佛 我真是不应该伤害它了 无谓说得对 生物皆为佛子 皆具佛性 就算是微小的虫子 也是一条可贵的声音 它们的一举一动 也都会有或苦或乐的声音 虽然我们凡夫俗子 无法听到它在喊救命 可是诸佛菩萨却都听得一清二楚 而且是非常疼爱众生的 从此以后 僧人们都相互告诫 千万不可杀害小虫 如果想要修行证悟 那么对万物的慈悲心 是很重要的 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虫子 我们也应怀有怜悯之心 去爱护它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